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年快乐 我是王俊凯 一见面就给大家送出了新年祝福 那我刚才也说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会邀请小凯 在舞台上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 以及送上多重的福利 小凯就要和我一起配合了 好不好 好 那众手周知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 数据逐渐成为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重要的附加属性 作为高端爱情信物品牌 此次Rose Only 汇集了来自天猫平台全国各地的爱情大数据 相信这些客观而神秘的数据 一定会为各位的爱来揭开属于他们的秘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小凯和我一起 以及现场的朋友一起在现场 来解密一下我们属于2018年的城市爱情报告 好不好 好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开场来他们给我带来了任务 我就要问小凯一个问题 好了我们听到了 第一个问题 小凯觉得2018年最浪漫的男人应该去哪找 我觉得就是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 可能人比较多好找一点 数量不要多哈 小凯的答案是 北京和上海应该会在前几名 大家说是哪 好 听到了上海北京 谢谢 很文凭啊 我们小凯猜的是上海和北京 让我们来为大家揭秘一下 2018年最浪漫的男人去哪找 排在第一位的是 Here 上海第二位是杭州第三位是北京 以及深圳和广州排在了前五位哈 小凯很聪明哈 浪漫的男人在上海和北京来找 杭州啊都比较多 好猜得很准确哈 那 接下来这样一个问题 交给大家吧 听说北京的这些大厦里每天都有妹子 漂亮的妹子 收到我们的Rose Only 大家觉得是北京的哪座大厦 北 我们北京有大厦 小凯你告诉他们咱们在北京看过大厦吗 当然看过 当然看过 有哈 大家 你们是猜不到吧 那去年的冠军大家还记得吗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冠军和去年一样哈 北京的远洋国际中心 蝉联了我们两年的冠军 其他的舞座大厦 每天都有妹子收到我们的Rose Only品牌哈 大家呢 都可以 这个如果跳槽哈 在北京的 有来北京 从北京来的朋友吗 跳槽 有哈 你是个男的你 来 去这个舞座大厦去跳槽哈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揭秘 说完北京 小凯你觉得 如果是上海的话 哪座写字楼 这个 指数会比较高呢 上海的写字楼 我还真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对 你觉得 我们新天地 有可能吧 有可能 大家觉得呢 就是这儿是吗 就是这儿 新天地的老板 你听到了吗 好 我来为大家揭秘一下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上海哪座写字楼 我们的Rose Only指数最高呢 就是我们的静安家里中心 有上海的朋友吗 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 好 这个以后 去这儿上班 家里中心 静安的家里中心 说不定每天都能够 收到我们的Rose Only 那接下来我们 揭秘继续 小哥哥求婚时 最爱的Rose Only的产品是 求爱的产品 大家觉得会什么 熊 什么 王俊坎 你们舍得送吗 那你还说 好 那我听有人说熊 有人说玫瑰花 有人说戒指 那答案 要为各位揭晓 就是我们的大经典 是小哥哥求婚时 最爱的我们排名第一的 Rose Only的品牌 那这款鲜花呢 是甄选 毗邻天堂的 萝卜多尔 鲜花玫瑰 每一朵盛开 都如我们的心脏一样大小 是每一个庄重时刻 当之无愧的浪漫见证 接下来又要考 关于星座的问题 小哥 你来猜一猜 哪个星座的女生 会把自己的男朋友宠上天 星座 星座 我 其实不是特别清楚 不是特别清楚 你猜一个 猜一个 那就 那就猜我自己的星座 自己的星座 小改是什么星座 小改猜的是处女 我怎么听 这边有人喊鲨鱼座呀 有鲨鱼座吗 那我要 要为各位揭晓的 哪一个星座 是霸气女王的 天蝎座 有天蝎座的朋友吗 小姐姐 你们是霸气女王是吧 有 外面有吗 外面听不见 外面听不见 外面的 我们天蝎女王 是买鲜花送给男孩 谁说收花的 一定是女孩 对不对 我们大老爷们 也想收到鲜花 这个赶紧学习一下 我们这个新技能 好 下一个揭秘的项目 是有人说 唱出来的情话 一定比说出来的好听 答案大家觉得对吗 唱出来的情 对 你嗓门真大 要为各位先密一下 我们唱出来的 比说出来的情话好听吗 排名第一的就是 我们的 史努比 永生玫瑰 那这个品牌呢 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情侣 选择用音乐球 来表达自己的爱意 而最受青睐的就是 Race Only 与史努比的 联名款 永生玫瑰音乐球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礼物 送给自己心爱的人 好 那刚才我说过 星座的问题 同样又准备了一个 你觉得 哪个星座 和你的星座 最气味相投 和臭 这个我还是看过白度的 看过白度的 摩羯座 摩羯座 小凯说摩羯座 和他的星座 最气味相投 有摩羯座的朋友吗 你刚才不举了一遍手了吧 你真是摩羯 身份证一会儿 给我们看一下啊 好 小凯猜的是 摩羯座 和自己的星座 最气味相投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 气味相投呢 不仅指的是默契指数 同时还有香味的气和度 那在我们的Rose Only当中 从星座 香氛蜡烛的组合销量来看 我们可以揭晓一下 白羊座和狮子座 气和度是最高的 现场如果有白羊座 和狮子座的朋友 可以互相认识一下 那这个问题 同样关于星座 我们小凯和大家都来猜一猜 觉得哪个星座 手速最快 手速 星座手速最快 这个我觉得跟人有关系 都可以 就是跟人有关系 跟人有关系 对 但单身久的就会 手速就会快一点 什么意思 我没太听懂 什么意思 大家懂吗 就是单身的人 会在家里打游戏啊 就不会出去逛街啊 什么 都要一个人完成 对不对 比如拿着我们的 Rose Only的鲜花 都要自己来捧 对对对 打游戏都要自己来打 选拟是这个意思 你们起什么亢 好 那为各位继续揭密 手速最快的星座 不是单身 不是单身 是处女座 来自杭州的刘大爷 在我们的 Love Heart Lock珠宝 在官网上线的前十分钟 就拍下并且付款了 一个刘大爷 还不是单身 送给自己心爱的老伴 看来也是一位 走在我们潮流前线的 这个潮流人士 处女座 手速在我们的大数据当中 排名是第一位的 那接下来还要继续问到 小凯的就是如何 救治一下我们 严控加上强迫症的人 这个一般是没法救治的 我觉得就很难 没救 对就是 只有靠 就是靠 其他的东西去平衡它 去平衡 但是救是没救了 刚才小凯知道的 还稍微少了一点点 我们来为小凯揭密一下 有救 没救 有救 有救 我们七彩玫瑰可以治病 那这有一个好办法 专治疑难杂症 大家可以记住我们 Rose Only的七彩玫瑰 接下来我们继续 继续 你说什么 好帅 我们听到了 大家说帅不帅 帅 很配合 好 那我们再来给各位介绍 2018年我们Rose Only 最热卖的永生玫瑰花排行榜当中 前五位已经展示在我们的现场了 来 我们小凯 来 给大家一个拍照的时间 那在这么多我们的产品当中 榜首就是最经典的许愿音乐玫瑰 Rose Only呢 将象征爱的 饿瓜道 永生玫瑰 珍藏在水晶球之中 用玫瑰和音乐演奏 爱的赞歌 你们喜欢哪一款 都喜欢 都买啊 这个总经理在这儿 都买啊 好 那刚才 感谢小凯和我一起为大家 带来我们2018年度的 城市爱情报告 那通过刚才一段简短的介绍呢 相信我们现场的朋友 一定对我们城市爱情报告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更多详细的内容 都可以关注我们 Rose Only的官方微信 来查看2018年 城市爱情报告的完整版本 让我们再次感谢小凯 和我们一起分享 如此有爱有趣有料的 2018年城市爱情报告 谢谢小凯 哎 我说过啊 小凯今天下午 会跟我们一起 给大家送上很多福利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福利 送给现场的粉丝了 大家期待吗 期待啊 那接下来我说一下 我们的游戏规则 我们准备了几个 比较难的问题 要在现场选粉丝来答 如果答对的话 就有机会得到 王俊凯限量版甜心熊 这只是 如果不太熟悉呢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惊喜 更大的惊喜在后面 这款我们Reason only的 小熊呢 和小凯之间 有着非凡的意义 它的灵感来自于 小凯19岁 生日同款造型 全球限量 只有1999个 我们今天 要在现场 送上三个 来我们工作人员 就是这款 大家想不想要 想不想要 每一个都是 有特殊编号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 梦的使者 承载着祝福和期许 见证小凯 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那小凯你觉得 这个可爱的小熊 最吸引你的 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是 它的这个 就是整个外形 看起来就是 很好看 很可爱 就是小熊嘛 就是 都是那种 非常温暖的 一种感觉 对 然后这个花 就是 就是永生花 就给这个玉 带来一个 无限期的感觉 对 好 谢谢小凯的回答 无限期 永生花 而且又有 可爱的小熊 见证着小凯 每一个成长的 重要时刻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在现场 选粉丝来 回答问题了 谁想当 第一个 我其实也想要的 要不然我来当第一个 他们还没给你是吧 没有 我选一个 我们这位吧 这位吧 对 我们最后一个男同志 前面的这位 来 有请 有请我们这个小姐姐 来到台前 来 来 我们工作人员 递上一只话筒 好不好 递上一只话筒 来 谢谢 好 我要 为什么呢 来 我要问问题了 我问的都是比较难的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 来 我不能给你看 小凯 我们一起来考的 好不好 第一个问题 Race Only 创立的日期 我刚才说过 对 刚才说过 是2013年1月4日 代表着 爱你一生一世 对吗 对吗 黄总 2013年1月4号 代表着一生 爱你一生一世 重点抓得很好 重点 哪是重点啊 爱你啊 不是不是 我说这个日期 你很调皮啊 好 回答对一个了 还有一个问题 再答对 就有机会 获得我们这个小熊了 第二个问题 必须快速答 有时间限制 第二个问题 小凯的首张 个人专辑当中 已经率先发布的 两支单曲是什么 我的 醒着 我的 你的 对 她是我的 你呢 哎 不要调皮 回答 回答对吗 小凯 我的 和醒着 这个如果有人不知道 我真的 不知道 小凯不知道 不是 我说 这个如果 如果有人不知道 我都觉得 她不是粉丝 她不是粉丝 大家知道吗 这两首单曲 分别是 没错 所以我们这位 可爱的小姐姐 两个问题都答对了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送上我们 限量款的 可爱的小熊 恭喜她 哎 谢谢 哇 哎 这样吧 你在这 稍事等待 好不好 一会继续给你 送上惊喜 好 接下来我们选第二位啊 我还 还有其他的问题 那个摄像机 后面的那个小姐姐 杨皮奥的那位 这位吧 我看你那个 被摄像机 被摄像大哥 挡得死死的是吧 对就是你 就是你 来 在这就好啊 OK 还是要 请小凯和我 一起来考验一趟啊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送分体 我刚才也说过 我们 人生的 slogan是什么 是那个 信者得爱 爱是唯一 信者得爱 爱是唯一 哎 黄先生收起的大拇指 回答正确 哎呀 这个 我得问你点难的 大家都知道 还是问关于小凯的问题吧 今年小凯在春晚上 给大家带来的什么节目 没问你 说的对 说的对 帅不帅 但是我的问题 不是这个 好 我要问你啊 这是正式问你的小姐姐 我们这个问题有难度了 小凯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 是哪一年 应该是2016年 是吗 你问我呢 是2016年 小凯来公布答案吧 是不是2016年 是的 小凯在2016年 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在春节这么重要的时刻 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同度过 那恭喜这位小姐姐 也答对了哈 尤其我们的工作人员 同样送上一只我们限量版的 可爱的小熊 恭喜 恭喜啊 恭喜 恭喜 也稍作留步好不好 一会儿还有惊喜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名额 我们这边选一位吧 第二排的这个好不好 第二排你 来 戴尔环的这个 对 来 对对 幸福工作人员 拿一下话筒啊 好 不许看他 他们不让你看他 他们不让你看他 那多不尊重别人 爽个身来看 那你现在心情如何 我们的麦克风打开一下 心情如何 特别激动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啊 我要问一个 问一个有难度的问题了哈 我们 第一个问题 请问RaceOnly 专门为小凯定制的产品是什么 专门定制的产品是什么 这个不是个送分题 应该是限量版的甜心熊 甜心熊 这是一个 答案有两个 必须都说出来 还有 幻蓝玫瑰 幻蓝玫瑰 对吗 没错 是不是 回答正确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小凯首次和RaceOnly结缘 是在什么时候 难了吧 我记得应该是在2016年的3月份 2016年3月 因为我一直有关注小凯的微博 然后当时他发了和RaceOnly的一个永生花河的照片 永生花河 记得这么清楚吗 对 那我这样吧 再来给你补充一下 是多少天呢 多少天呢 日期 我看一下 应该是十几号 十几号 我觉得3月份已经很精确了 很精确 对 那这样吧 你长得这么漂亮 我给你一个提示 12号和14号之间那一天 13号 13号吧 确定吗 你再来告诉我是 哪年哪月哪日 2016年到3月13日 2016年的3月13号 恭喜你回答正确 让我们掌声送给这三位可爱的粉丝好不好 看来都是我们的RoseOnly最贴心的粉丝 以及小凯最贴心的粉丝 同样一份礼物送上 来有请三位来到舞台之上 好不好 来有请三位 来我们来到这个 信箱面前 来请我们的声音老师 来共同为他们记录下这幸福的一刻 好不好 来我们三位 三位请看 请看我们的摄影师 好 请留步 我刚才说了 不光有这样一个福利 小凯接下来 有没有一些想说的话 专门为这三位幸运的粉丝送 就祝三位 马上要春节假期也结束了 祝三位开工大吉 工作顺利 然后呢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福如东海树比南山 然后天天开心 好 我送上了很多祝福 对不对 其实说的是送给你们三 同样要送给我们 所有一直支持小凯的粉丝 好 那再次掌声感谢我们这三位 热心的粉丝 恭喜 谢谢 恭喜 恭喜三位 请台下 上市休息 再次感谢小凯和我们一起 共同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邀请 Race Only 总经理黄之声先生 以及天猫鲜花行业负责人 威硕先生上台 和小凯 合影留念 有请 同样我们的工作人员 要送上一只 是我们这样一副充满爱意的鲜花 来 有请 所有人都拿着我们的相机 来 共同为我们记录一下 这样一个幸福美好的时刻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请台下稍时休息 谢谢 谢谢 来 我说过 今天 今天下午 我们的福利是一层又一层 接下来呢 我们现场的朋友 想不想和小凯照一张 合影 好 那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送上自拍杆 我们小凯和我们一起 照一张 合影 来 来 小凯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合影留念 好不好 在这一部手机里 已经有了小凯和我们现场所有朋友的一张合影 来 请我们工作人员 接过这只手机 好 那再次感谢小凯 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幸福的时刻 和我们共同来一起见证这样一个幸福的时刻 那也再次感谢每一位来宾 历与本次活动 2019 reasonly 天猫超级品牌日 传递债真言发布会到此 圆版结束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人的到来 那如果有媒体想要继续采访我们的小凯都可以一步至我们的这个信封筒面前来 又听小凯一步到我们的信封筒面前 我们的媒体都可以在这里采访 OK 来 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各位媒体 请我们各位粉丝有序 有序退场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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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挤 不要拥挤 谢谢 来 大家小心 OK 好 谢谢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